OK 现在我们来试看 这台车的0百加速是如何的 3.8秒 我来咯 这个品牌 这一款车来到马来西亚 可谓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它带着5个点 第一点就是0百加速 它可以干掉GDR 第二点就是它在欧洲 它可谓是最好卖的车 而不是特斯拉 第三点 豪华的存电车里面 最容易入手的就是这一台 因为它只需要103千 你就可以入手了 不过是standard的range 然后第四点 就是它不是一个新的牌子 因为它在市场上已经接近100岁了 它是一个英国的老企业品牌 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 它0到100只需要3.8秒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3.8秒的这一个小钢炮 开起来是怎样感觉的 那影片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呢 记得先把我们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Paco 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吧 这个牌子来自英国 MG只是它的缩写 真正的读音是Maurice Garage 然后来到马来西亚呢 它总共MG4有四个版本的 第一个就是standard 170匹马力的 它售价为103千 再上一点点的话呢 就是128千的luxury 它的马力也稍微提升一点点 叫203千的 所以它每一款车呢 不一样的 它的马力也会跟着提升 然后第三个就是 extended range的 它马力245 最后最后就是这一台 叫做Xpower的 马力为435 扭力是600 所以它0百加速就是3.8秒 而且它是All-wheel drive 四胎里面呢 它是唯一一个是全驱的 可能隔着屏幕的 你没有看得很清楚 可是这台车 实车上车头是非常的宽的 再加上它的设计也非常的尖锐 它是英国的设计师超刀的 如果这一辆车哦 它就搭配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 比如黄色 红色 蓝色 绿色之类的鲜艳色的话呢 它看起来就好像一台supercar 再来看看呢 四款的MG4里面 的车头都长一模一样 只是有一个点就是Standard就没有这一个 很好看的尾翼设计 它是两边的 还有Standard也没有这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官宣这台车的时候呢 他们说这台车是一台hashback 一台hot hatch 可是当你看到实车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这台车比一般的hashback 更长一些 更高一些 所以对我来说呢 它比较像是一台cross over的感觉 那有兴趣买这台车的人哦 可能没有时间去看实车 可是我可以看看 像我站在这台车的旁边 给你们做一个比例 我升高181cm 这台车的总长度为4300mm左右 它是大概一个c-segment的hashback 或者是比一般的c-segment hashback还长一些些的 可是它的车身高度哦 是1500mm左右 它是比一般的hashback都高一点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它像 一台cross over多过一台hashback的意思 然后再看看如果 它的brake呢 有一个橙色的caliber的那个cover的话 它就是X-Power就是最高版本 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哦 这台车的轴距哦 总长度为2700mm左右 它比一般的SUV更长一点 所以可以想象到 坐在里面的空间感是非常的足够的 那很多人在看到一台纯电车呢 他们就会很多的幻想 到底引擎盖底下是什么东西 带你们来看看这一台 MG的MG4 这个是它的电动机 它最大的battery capacity为64kW 可以用到准的是61.7kW 然后如果它用DC charge来charge的话呢 它可以去150kW 所以如果你0-80%的充电的话 只需要26分钟 但你如果是充到100%的话呢 你的续航是可以去到385kW 如果你只充到80%的话 你就扣一个20%咯 虽然说满充的续航里程只有385kW 不过如果你在家有充电桩的话 啊不是 是你在家一定要有充电桩 当然每一天你回家的时候 你都可以充电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一个AC的charger 7或11kW的话也好 总之就是你每天晚上你充电 第二天你醒来的时候 你的车又是一个满充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每天开车都没有问题了 除非是偶尔可能你要出外坡 或者是去比较远门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plan一下你的那个行程 看哪里中途可以充一下电的 如果你习惯了这个充电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lifestyle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一般的车去游战加油 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那有一个要吐槽的地方就是哦 MG4不管你买的是哪一个款 都没有电动尾门 所以打开之后呢 你还用手机机拉开 而且这个空间感也没有很理想 它就是稍微的比一般的小型 舌弹车大一些些这样子而已 而且它也没有备胎 换的是一个tire repair kit 这个车内呢 其实里面空间感是非常的宽的 再加上如果你是X-Power的话呢 你的椅子中间这里是Alcantara 旁边这里是Leader 所以你碰到你的皮肤或碰到你的身体的地方呢 就是Alcantara 到了天底下它就不会那么热 大家看看这里 就是我前面的这个仪表哦 会比较有点小 有点fanny啦 然后这个就是比平时 跟平时我们现在的车一样的 它是有那种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Safety Features 360 Camero 所有东西都有 可是这个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就算你是Performance Car 你也不一定有的就是TRACK Mode 当你进入TRACK Mode的时候呢 你可以进去你要去的一个赛道场 或者是可能是Sepan或什么之类的 再去那里你按Start 然后你就跑 它就帮你算你的那个Laptime是多少 所以这台车呢 X-Power它是比较属于是Performance系列的一台纯电车 所以它也会比较有贵掉这一个点呢 隐藏式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下面这里呢还有一个无线的充电 然后这个地方有点尴尬的设计 因为它是5多人突出的一块的 这里呢就是它的换挡的那个旋钮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PRND是个按钮啦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电子手刹 这个就是它的中控台是比较低的 一般上现在蛮流行的那种比较高的 有些是高到这个位置 可是这个是比较低 所以空间感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种这样子的设计的 你呢你是喜欢高的还是喜欢低的中控台呢 那现在是我一个个人的自己的看法啦 因为在同一天里面哦 我同时间坐进7台不一样的车的后座 而且7台都是200千以下的 总共呢我可以分别出来的就是 这台车的后座感是最舒服的 因为它的那个座子哦 是刚刚好那个人体工学或什么之类的 它支撑性也是很好的 而且也是很舒服很软 可是要吐槽点还是很多 那第一点就是它只有一个充电口 如果有两个人要充电的话呢 我不是要轮流吗 第二就是它没有后面的冷气住风口 两个点咯 然后再来就是它中间这里呢 它并没有这个扶手 一般上的车后面都有个扶手 for后面的人 可是这个就没有 就三个人而已 然后就是它车里面呢 没有Ambient light 再来最后的就是这台车 就算你买最高配的也没有天窗 虽然很多人说马来西亚那么热 你要天窗来干嘛 可是我买了158千的时候 我就想要有啊 就是我没有开的话我就要有啊 就是这样的一只 那现在很多的不一样款式 不一样牌子的纯电车呢 它的设计啊 它的那个功率啊 它的performance 都讲的很厉害 都层出不穷的 不过真正开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呢 现在我们立刻去尝试 去test drive这一台车 3.8秒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Let's go 都跟一般的纯电车一样 是比较安静的 然后这里的路是比较没那么好 就是比较烂一点 车身是有一点稍微偏高一些的 所以这种 感觉的话就没有问题啦 就是比较高的这种路顿啊 它过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虽然说它是一台hashback 可是它真的是比较偏向一台crossover的身形 那一般上如果开在四驱的话呢 这台车也是很安静 然后隔音其实是蛮不错的 侧脚来说我还以为它会很硬 可是它也是很软 就是我本身我其实对这台MG4 也非常有兴趣 还在想着到底extended range好呢 还是X power好 那今天是有幸运可以开这台车 来试一下 其实最大的分别不是它的那个马力 而是它的All-wheel drive跟Two-wheel drive 因为这台车呢 是唯一一个MG4是双电动马达机的 MG4跟其他的纯电车不同的 就是它是比较轻的 一般上的纯电车都接近两吨 而这一台呢 它只是1.7吨而已 就算你买的是X power 可是你慢慢这样子开的话 也是蛮舒服蛮好玩的 然后前面这里的路比较空一点 我就稍微给它 加速一点点 它反应是很夸张的 我轻轻一踏它就从110分到130 因为它是All-wheel drive 来看看如果它进完的话 其实是真的很稳的 感觉不出你是开一台纯电车 如果不说的话 可能你还是以为它是一台汽油车 那纯电车有一个好处就是 当你松开你的油门的时候呢 它就会稍微的用引擎 来帮你减低你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一辈板车的话呢 你开电动车 存电车你是很开心的 因为你的脚ε只需要 放在一个辈板而已 你可以自由的去控制你的车 前进速度和是你的那个辈板 当然如果你要停到 完全停下的话你就要触碰你的那个brake pedal 现在我只是在用这10%或20%的油门而已 就是顺顺这样子去 来试一下如果这台车平时用的话会怎样 所以我就不敢一直踏这油门 就是可能是踏一点点就松开一点点 不然它的速度就越攀升越高 就会越来越快 有一点点才要公布了 这一台好玩的车就是你的油门反应好 如果你讲到油门反应的话 没有一台汽油车能够跟纯电车比 因为它的用的方式都不同 纯电车就是一旦你踏下你的那个油门的话 它给你就是当时立刻instant的那个100%的 不然我是觉得这台车的suspension来说 后面有一点摇 就可能后面的suspension会比较有一点软 可能它是要顾及到后面乘客的舒适 可是如果你给一台400多匹马力的话呢 当你跑快的时候 车脚会有一点软脚的话 就有一点点小危险 这台车什么都好 就只是它的那个suspension 就有一点点偏软 所以呢当你跑快的时候 body roll会比较明显 可是它隔音又很好 所以它就是那种要顾及到舒适 又要给它一个max power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是所有心去买x power的话呢 我会建议可能你拿一些比较硬一点的轮胎哦 平时在市区上的乘坐感 这台车真的是稍微比一般的sadden 或hashback还要高一点点的 所以你看下去的视野呢 就好像在做这一台cross over 小型SUV的那种驾驶感 在路上如果看到这台车 你肯定会看多两眼 它的外观真的是很好看 真的是很吸引很煞 当我第一次从图画中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我还以为它的尺寸跟Toyota Yaris 是差不多的 可是它确实是比Toyota Yaris还大一些 试驾的这台车过后 我是觉得除了它的性能表现很好之外呢 它的舒适感跟操控性也是蛮不错的哦 然后这台车的售价只需要160千不到 你就可以买到这台车 可谓是性价比之王啊 因为在160千以下 你可以买到400多匹600牛力的 几乎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没有的 如果你也是一个performance车的爱好者的话呢 这台车你肯定是在你的list里面的 不过因为MG这个品牌在马来西亚 还是比较陌生的 很多人想买这台车 可是还会再考虑再想考虑 可能你要再等一个两三个月之后 你才会设到一个决定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要花一个160千买这台 颜值在线 然后又可以3.8秒冲摆的一台小仙背吗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我是帕国 以上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